原源大厂道达尔发布声明表示 缅甸逐日恶化的人权和法治问题 迫使公司在重新评估当地局势后 做出撤离缅甸的决定 道达尔在缅甸的业务只占公司整体收入不到1% 撤离决定对财务影响不大 雪佛龙发言人也表示 考虑到缅甸目前的状况 当务之急是确保员工的安全福利以及营运安全 食油和天然气行业目前是缅甸军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有大约50%的外汇收入来自天然气收入 然而美国和欧洲基于市场考量 对缅甸军方的前几轮制裁措施 都将石油和天然气排除在外 有人权专家认为比起直接退出 道达尔与雪佛龙应该施压欧美 祭出更有力的制裁 否则对缅甸人民帮助不大 欢迎新闻点明轩综合报道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东协商情与正经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